在末世议员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第一 灾难的起头 第二 虚假的和平 第三 就是所谓的大灾难 这三个时期发生于在同一个世代 一个时代到底是七十还是八十 还是普世所认定的一百年呢 这都可以来讨论 除了这三个重要的时期以外 还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日期 上一周我们谈到了灾难的起头 以色列复国与以色列重新掌控耶路撒冷 这两个时间点绝对是非常的关键 在圣经中 以色列是明白神末世预言时间表的参照点 以色列一直都是神预言时间表的关键之事 圣经中整个末世的剧本的进行 都是与以色列的事件有关 所以许多关于以色列的末世预言 基本上都是相关联的 包括以色列掌控了耶路撒冷 在重建的圣殿中敬拜 这些预言都是强调了以色列的历史事件 争议的中心点 并被反有主义所组建的军队包围 所以以色列的重建 并赢得耶路撒冷的掌控权 应验了什么? 应验了许多的预言 西元1948年的5月 以色列在一夜之际他复国 并且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 取得了耶路撒冷的掌控权 亲爱的家人 所以我们要更清楚地知道 主再来的世代 一个惊人及独特的预兆 就是以色列的复国 圣经预言中最震惊的事件 过于犹太人回到他们列祖之地 并成立了以色列国 没有其他的预言 比以色列复国更加的叙剧化 以色列人从西元70年起 散居在各国 经过了2000年后 以色列政府第一次出现 并且掌控耶路撒冷 这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希伯来语言的回复 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 才失去国土之后 还能够保留他的母语 超过一代的 以色列恢复2000年前 古代的语言 这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 末世预言 三个非常重要的预言的事情 耶稣所提到的灾难的起头 绝对是与以色列复国 与耶路撒冷重新掌控的时间点 必定是相关联的 所以可以说1948或者是1967来计算灾难的起头的一个时间点 也是耶稣要再来的那个世代的一个基准点 这是绝对值得我们参考的 好我们来看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只是给大家参考 我们并不知道神到底是哪一年会来 但是以色列的复国的基准点 以及耶稣所说的征兆要相符合第三圣殿的重建 等等之类的佐证要同步的发生 只是我们从概念上来看 非常有可能 我并不想要言获重 而是我们需要来寻找 了解 掌握 神所说的每一个话语 如果是100年来计算 2048跟2067 绝对是值得我们留意 但是当你想到70的话 那1948为基准点 那2018现在已经到2023 那你又如果是用1967的70年来算 2037距离那个时刻还有十几年 值得注意 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到耶稣所说的征兆 这个图表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让我们真的知道耶稣逼近了 神到底他的计划是要放在以色列复国 还是重新夺回耶路撒冷这个时间点 再加上了解耶稣所说的征兆来预备的话 我相信就会不一样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在圣经预言当中最后七年 这七年代表了耶稣要再来 人类历史这七年当中将会发生的事件 有些人把它当作七年大灾难 到底真的是七年整个是灾难吗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 这末世预言当中非常重要的三个时期的 另外两个时期 那另外两个时期到底又是什么 又与普世所知道的人类历史最后七年 有什么相关 我们可以在但以理书的里面 看见天使给但以理启示了一个精准的年数 还有日数 因为神知道有清楚的意象 对他的子民是非常重要的 加百列他很清楚的在这些历史许多奏业的意象当中呢 他向但以理表明这些都是关乎后来有许多的日子 所以必须要被释放 但以理马太福音24章25章加上启示录对照起来 就能够让我们明白神其实渴望他的子民 掌握他的节奏 掌握他的时间表 掌握这一切 这两个时期是否跟这七年有极大的关系 我把这三个末世所预言非常重要的三个时期 视为一种完美的救赎 为什么是个完美 一个国家灭亡了以后又复国 又经过这些的征兆 以及所预表的事情 神做事的总纲策略 一体两面 允许仇敌的工作 允许败坏的事情发生 原来是要炼净他的儿女与教会 摧毁敌基督的政权 同时也预备他的儿女和教会 成为圣洁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在丹义里书的九章二十五节 你们当知道 当明白 从初令 重建耶路撒冷 直到有寿高君王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连接带豪 都必重新建造 二十六节 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受高者 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必有一个王的名 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至终必如洪水冲没 必有征战 一直到 你荒凉的事 已经定了 亲爱的家人 我们从这两个经文里面 可以发现到说 圣经告诉了我们 加百列 启示了戴伊利 你们应当要知道 而且要明白 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计划 神的周期 也要有智慧去明白他的含义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心意 就是要他的教会和他的子民 去明白他所说的时间点 透过了圣经所发生的事情 预言了许多的事情 今天从初令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受高者出现的时候呢 关键这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 总共是六十九个七 这些事情都已经被应验 这件事情不是我今天的主题 大家可以去参考 这七个七跟六十二个七 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 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承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 熟尽罪孽 引尽永逸 封住意象和封住预言 并高至圣者 亲爱的家人 我们从这几处的经文 那已发生预言的七个七跟六十个七 它是连带关系 可是并不知道六十九到七十 中间有这么多的时间 可是但以理已经预言 这六十九跟七十中间的最后七年 这就是圣经所预言的人类历史 最后的七年 我们再读一段经节 但以理九章二十七节又谈到了 在一期之内 它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 在一期之半 它便是什么呢 既是和贡献止息 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 并且有愤怒 轻在那行毁坏的身上 直到所定的结局 如果我们了解这六十九个七已经发生 而所定的就是七十个七 而人类历史最后这七年 所发生的在一期之内 跟一期之半 也就是前三年半 必有这个必有什么 必有许多人签订盟约 谁与许多人 这边强调的是敌基督 你哪里可以看到敌基督 耶稣与我们定的约 是永恒的约定 他从来没有给我们的约定 是一期或是一段时间 他给我们的约定就是什么呢 一个永恒的约定 今天的重点只是来告诉大家 这个七年的重点在哪里 以及圣经所预言的三个重要的事情 灾难的起头 以及一期之内 他必与许多人签订盟约的虚假的和平 你要知道 那行毁坏可证的事 现在不会发生 因为第三圣殿还没有重建 所以有很多时候的征兆 如果你发生了很多的国际的情势 或是社会的动荡 极像是那种好像灾难来了 当第三圣殿没有重建 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所以你就不会被冒犯 明白神的旨意 掌握神的步骤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强调我们不知道哪一年 但是我们会更清楚的去了解 这一期之内到底发生什么 这一期之半到底代表了什么 未来我们在末日真相 我们就一一的来探讨 一一的来解密 一一的了解 所以圣经末世预言中三个预言时期 最关键的第二 就是全球有一个虚假的和平 保罗预言当与大灾难有关的灾祸 开始的时候 虚假的和平 虚假的平安稳妥 会忽然的结束 哇 本来没好的事情 对不对 这虚假的平安 这个时期就是在这个时代 最后七年的头三年半 当我们谈到人类历史最后七年 你要知道前年三年半是一个充满美好的和平 这个和平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典故呢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 在铁撒农尼加前书的五章第二到第三节 你们自己明明的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好像贼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对这个教会说 你们自己明明晓得 代表门徒训练是非常的重要 属神的儿女应当要知道 主的日子来到好像贼一样 当人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这个经文在告诉了你 保罗在预言将来有很多的国际全球 会走向一个统一的一个领域 会释放出一个假的和平 至少有三年半 但这个和平随之而来会进入到一个改变 因为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 他们绝不能逃脱 一个生产的妇女 她并不知道有预产期 可是临盘什么时候生出来 其实突然这个东西也是无法掌握 好像突然要生了要生了 也就是说这个突然叫做状态是瞬间 可是从整个整体的架构上来讲 圣经要我们明白 神的旨意是有节奏 是有计划的 因此敌基督在以色列与伊斯兰教 国家之间 当他们谈判和平的结果 带来的虚假的和平 刚开始人们把敌基督视为和平之子 所以敌基督一开始是一个伪装和平之君 来促进许多的和平 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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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不知 当三年半过了又累 他马上变脸 非常戏剧化 巴比伦大淫妇的全球宗教网络 都在这个时期虚假和平 最后七年的前三年半被操作出来 这是一个妥协的宗教 没有绝对的真理 全球的君王都将参与在其中 也就是说 未来会有一个周期 就是全球的宗教将要统一 这个新的宗教的另一面 却真有一种能力 杀死反对其宗教的圣徒们 当全球的宗教统一 那你要用脑袋想 什么情况会让所有的宗教放下 它赖以惯性所期望的或追求的信仰 却进入到一个新的宗教 诈骗集团 传真引线 巴比伦的体系 在不同的年代变迁 用不同的方式和形态来诱拐许多的人 所以人类最终会经历到 那道理为什么会统一 一定有许多的事件发生 逼迫了人要和平 要统一 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周期当作 这个灾难来了 耶稣要来了 你要掌握的是圣经所说的周期 还要预表必定会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时程的里面 虚假的和平 一期之内必须有一个假的和平 你不了解 你会觉得媒体 国际的动态和情势 觉得哇 像灾难来了 耶稣来了 第几亿第几亿 我们需要把这个的原则和架构 要让大家有一个基础的开通 不然我们的动态 心中的跳动很容易随之起舞 我们怎么解套 很简单 耶稣说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世界怎么样的动荡 都不能撼动你 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 并不是在世界的里面 世界代表体系 世界代表了组织 世界代表了一种的架构 所以耶稣的国不属于他 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说 全地交给了撒旦 而是说世界是属于撒旦 这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来了 你不了解明白神的计划 你当然很容易被冒犯 以及这个世代 似乎越来越逼近 圣经所说的离道返教 所以有许多的冒犯的事情 会有体感 会有感受 可是当你在耶稣里 黑暗笼罩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耶稣的荣光 要照料他的百姓 所以你需要有神的荣光 好像一个码头 要靠岸的时候 在夜晚的时候 他怎么去找到方向 看到有灯塔 那个光 就是你我要去寻找 就寻见 所以你心中的光 会让你这个稳健 你的方向 就不会被撼动 启示录十七章的第六节说 我又看见那女人 喝醉了圣徒的血 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哇哦 你会看见到 圣徒在这个周期里面 一方面促进和平 二方面 圣徒是被逼迫 甚至被破坏 甚至有很多人会要经历到 被人厌恶 我们要在神的爱中 忍辱负重 许多人们不了解 即或是为信主的好友 家人们 他们需要真理 所以我们首先要 完全被真理的面镜 预备自己面对在末世 即将到来的排山 倒海的舆论压力 都能够让你自始不渝 撼动在你心中的是什么 影响你的到底会是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 世上的万民都会恨恶信徒 揭露他们 揭露什么 揭露关于此宗教的真相 因为你一直说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可是人们觉得 这是好的 为什么是假的呢 你敢不敢 站在真理的里面 站你的稳 因为在末世的时刻 我们必须在现在 来做万全的准备 你才会能够在末世当中 所预备这件事情 你就会不一样 只可惜多半的人认为 可能跟无关 可能还没有到 太遥远了 太虚幻了 不要被谎言所蒙蔽 即或不是你这个年代 但是你要为你的下一个世代 来做预备 马太福音24章的第九节 他说 那时人要把你们 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因为什么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为什么我们要忠贞在 佛斯勒第一见命 我们只有在这个时刻 全新的来爱神 操练在任何的被冒犯里面 不被冒犯 要越过 在爱与祝福和陪伴的里面 我们要继续走在神的真道当中 2023我们进入到了与神 建构一个真实的关系 无论如何 没有人能够为你做什么 只有你自己渴慕来跟随神 当万民厌恶你 当有人要杀害你的时候 你绝对很容易 包括我们 因为我们毕竟是人 非常容易会投降 可是当你预备 在你里面的忠贞 哪怕是尸体反被石头打死 哪怕有许多的大凡先进 他们被关被羞辱 因为他们看见那更美好的将来 唯有耶稣再来 才会更美好 世界最终走向败坏 因为神早已为撒旦而预备 这个体系将要被摧毁 所以不要被蒙蔽 越在这个末世 要殷勤地跟随 装备预备做门徒 进到神的国 要经过炼禁 要经过突破 完全来预备自己 使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 那些侍奉敌基督的十个国家的联盟的首长 会摧毁这个大淫妇宗教 三年前才帮他 要或所有的人类应该笃信 那个新的宗教 没想到三年半了之后 却要把这个妥协的大淫妇宗教 将会被敌基督所取代 一个是隆忍进到一个不隆忍的宗教 要求所有人 你只能拜敌基督 你会觉得好遥远 我们需要了解 逼近了 逼近了 所以要掌握这一切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在二者仇敌的里面 神把这么戏剧化的资讯 告诉了他的儿女和教会 你掌握了 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 你就不会被冒犯 你就有神的荣光 你不要受世界的环境和影响 奇事录十七章十六节 你所看见的那个死角 就是刚刚所说的死亡 羽兽就是敌基督 必怎么样恨这个淫妇 使他怎么样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他烧尽 这就是当我们以为短暂的美好 我们就好像离开了神 离开了教会 离开了牧羊 离开了这种保护 哇 你要看到 这大淫妇 推崇了许多的人 来促使大家 来推崇敬拜 这个敌基督 但结果他反倒被弃绝 圣经预言 第三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灾难 人类历史最后七年 就分为一期之半 一期之内 在这一期之内 就是前面三年半的贾和平 后面三年半的 所谓的硬 好 晚 当然你要继续追踪 我们会很快的 来分享 所谓的七印 七号 七万 他的对象 他的世界 到底是怎么发生 马太福音24章的21节说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这是出于耶稣的教导 耶稣亲口告诉他的门徒 那时 就是当耶稣要再来 以及最后七年的 最后三年半 透过但以理 明白了 这七年 一分为二 前面的贾和平 后面才是进到 这个所谓的大灾难 从包容的宗教 到完全不容忍的宗教 你就要知道 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 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上帝 精准地算出 就是三年半 最能够训练 他的选民 神的怜悯 必要使这个日子减少 但是神精准地算出 就是在这三年半之内 一千两百六十天 四十二个月 能够非常的清楚 够了 绝对可以炼进出一个 真正一个属他的人 大灾难 是上帝为他的百姓 设立一个最佳的状态 最佳的环境 为了要使他们能够 进入到上帝的爱 还有圣洁的里面 撒旦想要行恶 但是神的旨意 却是好的 因为他要训练 他的百姓 上帝使用那最不严厉的方法 什么 这个还不严厉 对神来讲 这是最不严厉 因为硬和好 你清楚了以后 莫同好赐 第七号响起 耶稣再来教会被提 神把最严厉的 那叫做晚的审判 那种愤怒 要倾倒 可是神的儿女已经被提 所以你要了解 硬和好 它代表了什么 它发生的这个周期是什么 我们很快就会来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你要知道 在大灾难期间 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狄基督头部的伤口 戏剧化的治愈 恢复 他死而复活 往而推崇 推动狄基督 进入世界舞台的这个催化时间 狄基督似乎受了死伤 但圣经很清楚的说 那死伤却好了 使各国人都惊叹不渝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好了 启示录十三章第三节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惊奇 跟从那时候 你不掌握这些资讯 都容易被影响 众人都吸起这个兽 行毁坏可证的事 狄基督将要在这个周期 这人类历史最后三年半 完全的亵渎 当圣殿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本来是那边献祭了 所以前三年半 会允许好多的献祭 后三年半 那个脸一变了以后 他自称他是神 他要进入到圣殿当中 要来亵渎 最大的亵渎 进到你的核心 站在你的圣所的当中 耀武扬威的 来亵渎你 在圣殿当中 搞哄啪 搞dirty的一个败坏的聚会 九尺肉铃 来亵渎 这是神的眼中 看为行毁坏可证的事情 马来福二十四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 他说 你们看见先知但一利所说 那行毁坏可证的 站在圣地 那时在犹太地 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没有 启示录十三章十五节说 又叫所有不败受向的人 都被杀害 启示录十三章第三节又说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超过一切 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说 I am God 这是在神的眼中 看为恶的事情 大灾难期间将会发生的 当天使米加勒 同他的使者 把撒旦和他的鬼魔 都丢在甩在地上的时候 天堂就为教会 为他的儿女而敞开 这场属灵的征战 神会保护他的儿女和教会 启示录十三章告诉我们 在天上有征战 米加勒同他的使者 与龙征战 那龙 大龙 就是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 也一同被摔下去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吓到你们那里去 在永恒的理念 在启示录里面 神早就预言 魔鬼终究是会被击败 而且被摔掉地上 丢进火壶 所以在这个世代 最后三年半 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两位先知 也就是启示录所说的 两位传道人 将会施行伟大的奇迹 启示录11章3到6节 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毛衣 传道1260天 这两个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壁塞不下雨 又有权柄 叫水便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灾殃 攻击世界 就是攻击撒旦 攻击这个帝国 攻击这个储子 我们很快速地看这个图表 从灾难的起头 一直到最后的七年 所以你会觉得真的是逼近 你要重视这七十八十 还是一个世代 是指一百年 如果你对照这样子的图表 以后呢 你就知道 接下来的千禧年 然后以及最后的新天新地 可是你觉得 好像只有这样子吗 其实不够 你再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 没想到这个期间 有这么多的事件 都要留意和发生 好 今天没有这么多时间 可以讨论 只给大家带过去 稍微看一下 你在看这个图表 更精准地看到 上一排有三个周期 当以色列复国 当人类历史的最后的七年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不管是以色列复国 称为灾难的起头 当七年的前三年半 我们称之为 什么样 灾难的增加 到最后的三年半 叫做剧烈的灾难 好多的事件都要发生 我们有机会会更仔细地 来看这些的图表 以及来说明 道理这些事情 是要怎么样的发生 所以因此 你再看这个图表 哇 这个你会看到 好多的事情 从历史 从旧约 到新约 到未来 还有好多的事件 将要发生 我们不能只有 只是一个概念 我们必须要知道 神把这个架构 赐给了我们 里面要透过 寻找的 寻见的 相信的 留意 明白他的计划 所要发生的 什么样的事情 今天最后 我们从这个 三个周期的里面 看这个图表 灾难的起头 VS 惨难的起头 就像是一些的 征兆将要发生 你要留意 而虚假的和平 它代表了 惨难的增加 会有好多的事件 要让你留意 不久的将来 在最后 大灾难 它叫做 剧烈的惨难 就是进入到了 神 绝对的审判 不要怕 这些事情的发生 而是掌握 这些的征兆 以及 明白这些事件 清楚知道 神 审判 是 敌基督的帝国 要让那些无辜的人 不要再被蒙蔽 所以你的传福音的工作 你的预备 你的尾声跟跟随 就极其的重要 我们下礼拜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